哈囉 島崎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吞吞龍 大抱歉啦 那目前來說我們BOSS討伐戰的第二期 現在來說的話呢 如果要打這個困難關卡的話 必須要解鎖我們六隻物 然後之前的話基本上 哲平一直打不過我們這個六隻物啦 那今天的話因為我們最近拿到了 我們這邊很強很強的我們這個龍 也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熬夜啦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究竟有沒有辦法 用我們的熬夜打贏我們這個六隻物 其實我們上次已經有讓大家看過 就是我們目前來說就是熬夜啦 雖然就是他超級無敵厲害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些閃避的能力 或是一些操縱能力的話 基本上還是很容易會被打到一個趴下來的 所以也沒有就是說真的那麼簡單 那也就是我們這款吞吞龍大冒險 很好玩的這個部分啦 那我真的覺得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玩的話 真的要搞一隻熬夜出來喔 如果連熬夜都這麼難打的話 那其他隻角色那還更得了是不是 然後最近的話應該會再找時間 跟那個大佬借一下 滿新的熬夜給大家看一下 滿新的熬夜 究竟有多麼的酷炫了喔 好那今天就來先打一下 六隻我規則的考驗 來了啦各位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看一下 我記得我這邊試一下打的時候 好像也就滿多彈幕是滿可怕的 所以我要認真的來選擇一下 來打一下 先看一下我們這個火的熬夜 沒問題 這個是那個時鐘的 那我大概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後面的話時鐘它會就是很硬很難打 所以才會導致於就是我們後面的那個什麼 關卡打不贏 因為它就會很強的一直過來 然後很多顆然後完全打不掉它的話 那就很麻煩好不好 現在看起來我們這邊的這個普攻輸出好像有比較高一點點的 所以好像還行啦好不好 還算是可以應付的來的這個部分 然後努力的來疊加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邊的話呢 這個可以先開一大段來清一下 沒問題 看到喔 你可以拆清 就是它這邊的話其實有滿多一些那個什麼 滿多一些那個 滿多一些那個 小彈幕的喔 所以要小心一點點 像這邊的話會有這個書 但是我們的這個劍劍已經來了 因為我們的劍意值已經拉到最高了 OK 直接炸爛 好像還行喔這一次 鋒芒畢落 來了啦各位 前面的話盡量都不要先那個 都不要就是先去浪費我們這邊的這個復活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一次的這個復活階段喔 是完全沒問題的 好 直接 直接弄掉喔 很OK喔 爽爽爽爽喔 來 武器帶毒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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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呦呼 弄一下弄一下 喔 來了 噴一下噴一下 有囉 弄爛弄爛喔 然後這幾次的話 基本上他們是打到就是 中斷的時候他們會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會那個就是 會變成那個噴那個燃燒球球的這個部分喔 應該是OK的 好 第一隻BOSS來了喔各位 我覺得目前來說打起來好像蠻順的耶 就是錄影的時候都特別 特別OK啦 不過這隻BOSS也算是挺難打的 小心一下他的這個彈幕 然後他這個 會回車 回車的這個 回車的這個布條 然後現在比較麻煩是剛剛那邊的那個地方 你看有沒有 不知不準就會損超多 超多血的 莫名逼妙有沒有發現 對啊 莫名逼妙 完了完了 你看 我這個無緣物就被炸很多 我這個 很難看到你知道嗎 完蛋了 趕快把他弄死 不然我們就完了 啾啾 好 拜拜 喔 你看 第一隻BOSS就直接把我這邊的這個血量 繳到一個不行了喔各位 很慘很慘啦各位 7 6 3 4 然後這邊的話 簽訂的話必須要減我們的這個上限 好啦 簽啦簽啦 我這邊只剩下7 6 3 4了 希望大家可以那個 幫我祝福一下好不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就是都打不贏的原因 你看 要知道喔 我用這隻都這樣子了 那我用那個什麼 我用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BOSS還得了對不對 這很難閃 這個嘴唇硬 弄爛弄爛 加油啊 加油啊我這邊的這個 超級賤賤 可以喔 然後這邊承受加傷害 受到攻擊的時候我們傷害會往上提升 沒問題 等他們出來開個大招 其實我覺得他的這個大招真的是擠得蠻快的 所以想開就開啦各位 真的是擠得超快的 喔 吸一下 請你吃龍焰 喔劍劍來了 請你吃龍焰 他怎麼突然 哇靠 我沒有注意到 我被車歪了各位 哇靠 完了 我沒看到他偷親啊各位 他怎麼突然偷親我啊 完了 哇這個偷親 直接害我敗開了耶 4418 OMG 完了完了完了 這小黑球也沒辦法馬上打死 喔幹 完了 我覺得要重打了等我一下喔 好那這邊算是打回到剛剛那個進度了好不好 剛剛那個真的沒辦法 那個應該一看招就是馬上後面就要直接被 車到一個歪掉了 然後這一次的話這邊也有選到這個 復活所以應該是ok的喔 然後這邊可以挑戰獲得適時的這個綠寶石 來啊挑戰啊怕什麼 怕什麼鬼東西 可以吸收 喔可是我真的滿怕這個黑鬼的耶 這個 我每一個遊戲現在目前黑鬼都這麼麻煩啊 我一直在那邊搞一直搞東搞西的 超麻煩 啊沒事現在算是都轟掉了 喔喔喔喔喔 追蹤我喔 沒事 弄死了 弄爛了弄爛了 然後看一下 這邊看起來是可以守得住 守得住的話就先不開大招了 大招留給後面比較麻煩的這個彈幕來解決 好這個慢慢射死就可以了喔 你看它慢慢變很硬了喔 下一關就是BOSS環節了喔 來了各位 拜拜 BOSS環節這邊旋風跟中毒 沒有一個是我想要的耶我的天啊 好啦用這個好了 用旋風好了 但是是不是結冰比較好一點點啊 來了 第二十層BOSS來了 是小紅帽 小紅帽的話感覺好像 比剛剛那個好打一點點 至少我這樣認為 就是我比較會打小紅帽啦 因為小紅帽其實他 就這個 板位呢 其實算是比較好懂一點點 先看一下喔他要幹嘛 我覺得最麻煩的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畫面啦 這個真的是 非常的華麗啊 華麗到 有時候你會看不到彈幕啊 其實小麻煩啊 喔來 喜爛喜爛 來了喔這個 這個也是麻煩 麻煩的這個部分 先往上跑了 完了完了完了 反正復活跟那個我們一開始就先不能用掉 用掉的話後面會很難搞 這個都可以吸 多吸多健康 喔這個 這邊到這邊這個環節的話 基本上就是比較好閃的環節 因為 他就只會丟這些東西了 沒什麼太恐怖的東西了 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 第一波的時候先吸一波 然後打幾完 打完之後再吸 因為他們會 從斜邊走 所以 就是不要一次吸到底 吸到底的話有麻煩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上去這邊 然後再過來 這個板位我已經 抓透了 所以完全沒問題 小紅帽緩解 這個的話就是 原地 原地就可以了 離開遠一點 離開遠一點 然後開吸 這邊在這邊吸 然後這邊在這邊吸 開大招 沒問題 好啦各位 不過接下來 其實我覺得小關卡算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 他要通了這個小關的這個部分 看一下喔 對有沒有他變超硬了 這幾隻變超硬了 這變超硬的部分的話就是只能 走這個邊邊角角了 要不然就是趕快把他給弄死 好險這一次還算是殺了過去 先把邊邊你要走位置的那個地方的那個 鬧洞怪先弄掉 不然就是要靠這邊旁邊了 哇靠旁邊還是弄掉 完了 先讓自己有一個好路可以走 不然真的是偏尷尬 好 繞邊邊 那你可以先把這些啊 不然就是吃這個葫蘆啊 那這個 這個就很麻煩 這如果你看 你如果用法夫拉對不對 法夫拉根本就沒有那個什麼手段 可以就是那個 打他們 那就很尷尬了 你必須 法夫拉你必須要吸收別人子彈才強 但是你看 這邊啊 直接讓你無法吸收子彈啊 直接讓你就是 那個在旁邊 跟著小廢物一樣這樣子 那就很難搞 先開個大招 把他在死中弄死 OK 然後傷害提升 繼續傷害提升啊 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進攻形龍龍 弄死他 弄他 反正他不要 幹 他結果是我被弄死 Holy shit 他那個球怎麼突然 噴在我身上啦 啊 完了 我們的一次復活被弄掉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應該就是要 有一次的那個 完整的滿血復活吧 就一次這樣 這次也是 比較麻煩要好好慢慢打 不能開玩笑 好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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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劍開展 這邊吸收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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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 沒辦法吸收的這個招式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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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十六個 沒問題 開噴開噴 吸收吸收吸收 幹 白痴喔 又被那個幽靈搞了啦 我要看廣告了沒辦法了 完啦 那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順利能夠打到那個欸 打到最後一關欸 因為我們這邊都已經死透了 齁齁齁齁 完蛋了 怎麼會找咪的難 而且六之五打完之後才可以挑戰最高階的那個活動關卡啦 所以 感覺那個活動關卡應該也是very very恐怖 各位 好 我決定了 這邊像這種就是比較沒事的東西 我就先不開大招了 大招留著 親一些比較麻煩的那個恐怖怪 像比如說剛才硬棒棒的那個時鐘或什麼之類的 不是啦 這幽靈在幹嘛 他會突然消失又出來欸 幹嘛啊 搞什麼鬼 我們先讓他們都灼燒自己去旁邊損血 先把這隻殺死好了 殺不死欸 哇 挖了 挖 喔 有囉 你看 我們這個劍是 他們隱身也是可以那個欸 好 這邊要開了 這邊得開了 這個時鐘在那邊搞啊 各位 然後就是 來了 各位 本關最後一戰 哇 太陽神法師 又要講話啦 來啦 法 法典 傳說中的法典 竟然是活的 既然來到了這裡 想必你們也不想要空手而歸吧 戰勝我 就會獲得一次改寫整個大陸規則的機會 開戰吧 我這是未協白 呵呵呵 哇 哇唷 欸他那個光束真的是 莫名其妙欸 要小心一點點 喔喔喔 欸他這個是螺旋彈幕喔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以我們這樣打他的這個 血量來說的話好像還算是吃得住 只要吃到這個不要一直在那邊亂噴就好了 喔喔 拜託了 目前這個彈幕好像還hold得住 這什麽 這什麽大紅藻 綠色應該就沒辦法來吸 喔靠 完了 他怎麽一直在那邊汪汪汪啊 喔 好像還可以欸 那個好像就不要往前靠就好了 這個我最怕這個 我最怕的就是這個光線了 突然插過來了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行啦 我覺得比前面那幾隻還要再好打一點點 我說小關的BOSS那些的 當我沒說好像好像好像有點怪怪的啦 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紅藻的這個部分是 我覺得最可怕的 因為他待會會有紅藻藍藻 對 你看 紅藻藍藻在那邊亂 哇靠 不要每一個都我這個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感覺超恐怖 我覺得他那邊還有那個小弟的 哇 靠 殺毀了 這螺旋光線 哇靠 完了老哥 哎唷喂呀 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 賣麵包了 這個是這樣 這樣還可以 這邊 可以開大招 那開大招的時候你還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會干擾到你看蛋漠 怎麼用這些什麼鬼東西啦 幹嘛 啊 完了 這個時候就是注意閃就好了 不要想要打他或幹嘛的 有時候還是要 留著青山寨啊 被刷到一下了 這個好像也不用特別打他們 過一段時間就會白掉了 我來了回到原本的那個彈幕了 加油啊我的賤賤 幹嘛 打鐘時刻 打鐘時刻比較好 我不喜歡他在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就是有點那個書籤的那個藤蔓的那種 那個很麻煩 而且還會誕生一些其他的那個 壞東西啊 你就一直都這樣吧 謝謝 我最喜歡打鐘了 打鐘代表下課 代表你完了 你準備人生下課了 這個也還行 喔 吃個 我的媽最討厭的就是這個了 這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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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爆完等他爆完 我最討厭的就是那個 每次都讓我就是直接直接直接爆開 這個時候可以開個大招 讓他去刷 應該是可以啦好不好 這一次我覺得應該是打贏 然後這個好像在原地就可以了 在原地吸收 吸透他的紅色子彈 都吸我的 喔又來了 往上走一點點好了 比較 不要那麼危險 我超討厭這個的 那有時候你沒有注意到你就完了 然後吸收子彈時間 最後就給他 來個一發再見世界 哇 來了來了 哇來了 呦呼 有啦各位 法典你沒啦 各位 終於打贏了好不好 明天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最困難模式的那個 最困難模式的那個就是挑戰到底長什麼樣子 反正那個到時候打不贏的話 我可以叫大佬帶我帶 大家不想說通關都空到哪裡了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好險有我們的這個熬夜耶 不然增機是打不過去 哈哈哈哈